水淹到小女孩的脖子只露出头部 孤立的小狗站在屋顶等待救援 还有巨大的沃佛整个泡在水中 泰国经常50年来最严重的水患 步步禁笔首都 目前曼谷市内的梅南河 已经出现了300年来的最高水位 当局沿着以待 在梅南河以及运河两岸堆放沙包 1200万曼谷人正面迎战 居民华瑟独木州与洪水奋战 不只大家陆续撤离 就连上百坨大象也难逃一截 被迫迁移到高地 泰国政府努力救灾 国际社会也纷纷伸出援手 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来自荷兰的志工威克 不只帮忙发送物资给灾民 还在捕捉因为淹水流出的鳄鱼 泰国7月底闹水患以来 经济损失高达900亿台币 面对洪灾威胁 泰国政府极力安抚民心 总理引拉也顾问民众不要惊慌 强调当局正在设法将洪水引入大海 誓言保卫市中心国际机场 工业区等重要经济地区的安全 终于信息我们下行不到